各位朋友大家好 接着上一个在园川吃完饭的视频继续说 吃完饭后朋友就带我们去园川最红的一间糖水铺吃糖水 朋友说在园川没有一间糖水铺比这一间 这栋楼7万元一方 千万不要小看园川这里 楼价一点都不便宜 对面是广州市园川工人文化工 为什么叫做工人文化工 以前在园川这里真的很多工厂 众多工厂工人都居住在这里 所以在当年 这里的工人文化工 就是真正正为工人而设的文化工 在园川一共有五条横路 我们现在走的是园川二横路 每条横路都有很多美食 朋友是园川的地胆 一边走一边跟我介绍园川的过往历史 走在园川的横街里面 时间就仿佛停留在几十年前 很多旧的建筑保存良好 我们现在走到了窗乐园的入口 吃糖水的那间店就在窗乐园里面 要等人进入 我们才有得进 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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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进来窗乐园是要匹卡的 但是我们都没有卡 想进来吃糖水的 等着有人进来的时候 跟着进来就可以了 这些房子四五万一方 是啊 这些都要四五万的 你没看茸茸烂烂 你没看茸茸烂烂 雙地铁 附近有什么好的教育 是园川小学 是园川小学 有一个窗乐小学 哦 有一个窗乐小学 雖然远一点 但是都方便 是 都方便 收获配套齐全 又有地铁 雙地铁 你别说这个小区虽然够一点 但是里面都很干净 企丽 就是这一间了 甜蜜蜜 原村甜蜜蜜 于1999年自家店铺经营 只此一家变莫分子 鲜草 鲜草是什么 鲜草和红豆 哪样最好吃 鲜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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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糖水的种类都掛出来 营业时间不定卖完即止 鲜蜜 一碗很大 一碗一斤 一斤 一斤 哇 好酷 鲜草 鲜草和红豆 你要什么 鲜草和红豆 鲜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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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.59 我们在这吃也不用打 多给几只羹 每一样都比较 鲜草 鲜草 几只羹 凉粉 椰汁 芋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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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碗就是我点的莲子红豆 这碗糖水的特点是份量大 杂料多 杂料在底 糖水的上层水分比较多 每份糖水都有一斤重 糖水铺和酒楼一样 在他们所在的区域 售卖周围街坊所接受的口味 就我自己来说 我比较喜欢吃稠一点的糖水 这间糖水铺在圆村生意真的很好 你们看看 不停有外卖小哥过来买糖水送外卖 这次的圆村之行 就分别尝试了圆村最旺的大排档式酒楼 和圆村最旺的糖水铺 经过一间房产中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圆村的楼价 这次的圆村之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喜欢分享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多谢你们的支持